哈喽大家好 歡迎收看投資本基因將講述理財的契機 我是Linda 好觀眾朋友們現在時間已經進入12月了 那麼之前呢小松老師有特別跟我們分享過 像是呢這個集團的作戰行情 會有哪些類股可以特別留意 好我們現在來到12月是不是要跟上景氣復甦 同時12月作夢行情 會有哪些類股我們可以特別留意呢 好的今天我們來歡迎吳小松老師 老師好 Linda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好老師我們講到車用 我就會想到車用之前PCB一檔 非常厲害的叫做電影 3715的電影 好那我們知道呢車用從這個電影之後呢 帶動PCB整個漲了一大波 可是呢隨著PCB漲勢這麼兇悍 那請問車用還有哪一塊 他可能正要起漲 或者是資金往他輪漲輪動的地方呢 其實車用這一塊的資金都一直在移動的蠻快的 對那其實有一塊就是充電裝這一塊 我請大家是一定可以留意的 所以我今天會以充電裝這一塊的角度 去做切錄 然後呢跟大家介紹一下 車用零組件這個產業 到底它的區分啊 還有我們可以去參考的族群 到底有誰 除了充電裝其實還有一些人喔 是好 那麼車用零組件非常的廣喔 好那請老師帶我們來瞭解 好老師我今天呢在錄影前看到這個簡報 我覺得哇車用分的這麼細啊 到底應該怎麼看呢 好吧 車用的喔其實廣義來說就從特性來區分啦 那其實大概分成這七大類 那其實因為之前我們有提到就是像資訊啊 車載資訊的那一塊系統 像什麼PCB啊 MCU啊 我們上次其實已經在手機零組件聊過了 對原件 那其實相對的這些原件 本來就有在這一塊就有在琢磨 那其實你要知道車用的話 如果是手機零組件或者是電腦零組件 可能是一顆MCU 你可能用到車子上去可能就變三顆五顆 更廣泛 要倍增喔 對幾乎就是倍增 所以為什麼我提到12月做夢行情 我第一個想到就是車用 對最主要的原因是這個喔 但是呢因為已經提過了 我再點名那這些這個點降路好像就不太對了 所以我這一次我們就來點點降路誰呢 就是電力電池這一塊 那電力電池這一塊就包括像馬達啦 電池啦 然後就是另外一個就是充電裝 好像跟電動車都有關係 對都有關係的 對 尤其是充電裝 因為這個是未來電動車產業裡面 最不可或缺的一塊基礎建設 所以全部裡面一定都會有 像北美不是一直在拜登政府一直 大力推行它的北美基礎建設嘛 這一塊絕絕對對會是一個未來的趨勢啦 是 所以老師你才會說族群排名 充電裝是第一 是的 電池反而排第二啊 嗯 電池 對電池第二還有馬達 這個都是次族群 這個更次 但最重要是要注意到充電裝 其實充電裝的 這些相關的龍頭骨都有在動喔 喔 像是 像是誰 比如飛鴻好了 對 257的飛鴻 對257的飛鴻也有在動 那其實最近最厲害的就是試電 哇 試電那個 試電又漲停耶 對 非常恐怖啊 這個試電這個太厲害了喔 連續兩根的漲停喔 是 非常的驚人喔 所以最近的充電裝族群是已經在動起來了 嗯 其實不是它動我們才講動 是它真的應該會有一波 延伸的行情出去可以供大家參考的喔 哇 老師那你也很厲害啊 就講在前面 因為其實最近我們才有留意到它 對對對 是的 好老師那我們再看到喔 像是江森 其實這一檔 我講到電動車馬達 其實我都會想要台達電喔 對 那老師為什麼會特別講到江森呢 因為如果我點名台達電的話 他應該會想答我 太貴了是不是 也不是說一個 也不是說太貴 是台達電太全功能了 多方位了 什麼都有做喔 對對對 它也不只是做電動車 而且 AI也有嘛 對啊 AI也有 它什麼 其實它的骨架 那如果你單靠電動車這一塊說影響它的骨架 那一定是一個題材一個題材 就像它比方說第三季財報出來 它在法說的時候就說 我的電動車部門轉虧為贏了 那就是一塊題材 所以我就不特別點名台達電是因為它做的太多了 太雜了喔 對我有同學 我國下同學在裡面 台達電裡面 對 所以太雜了 所以我就不點名台達電 然後反而去點名 就是這個 我覺得默默有可能打大底的江森 對 是 是 玉龍集團的江森 它是玉龍的 對它應該是玉龍集團的 對 所以你看到那個底部打得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你看到右下角的部分 外資的 在技術線型來看 還有抽碼面來看 外資慢慢的都有在佈局 那如果佈局的話 你可以看到我前面不是拉了一波出來嗎 是 哇那一波其實 那一波的趨勢是非常的兇悍 也是外資帶上來的 對也是外資 你看我在左邊這個黃色圈圈的地方 就是外資在佈局了 對 就是外資在佈局 帶動它的一個股價的一個上漲 而且那時候衝上去的時候 哇瞬間破百 哇這非常驚人 哇 就等於是 電影投控的那個 前身 的那個前輩之類的 對前輩就是它 對對對 所以其實我相信江森已經打了 今年已經那麼久的大底了 能不能夠複製今年4到6月份的那一波的大航行 我覺得是蠻有可能的 所以我才會點名到馬達裡面的江森 是好我們剛剛講到馬達 那這個也是馬達 自身哥其實也是比較少聽 對是比較少聽到 自身哥其實它做的比較偏 跟煞車啦 或者是這種其他的零組件這一塊 對它 但是 其實自身哥你會發現 它在這一波 它其實底部已經轉強 率先轉強 有沒有發現 對 有點V 對有點小 直接V轉的一個狀態了 是 那其實外資 你會看到4到6月 它也是有一波外資在買超布局之下 就開始一波就攻上來了 對 所以它其實這種馬達類股 跟這個江森其實很像很像 對 最近都表現真的蠻強勁的 沒錯沒錯 是的 好這是馬達 那老師 我們其實講到這個電池 我們都會想到康普跟美琪馬 那老師特別講康普不是美琪馬是不是 對對對 其實康普跟美琪馬來說 嗯 像康普其實基本面不是太好 那我會點名到它是一個 它有點外資在偷偷買 欸 真的 對外資在偷偷買 所以你會看到跟左邊一樣 欸外資偷偷買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就拉了一波黃金 真的還是要外資 對還是要外資 所以其實電動資這塊族群 它不一定是投信 是 做這樣的 它反而投信不一定會去 琢磨它的作戰行情 對反而是外資 可以大家可以留意到外資 如果有那種買超開始積極起來了 其實電池即便康普 的基本面不算太好 但是我覺得是因為它的一個積極 真的跌太久了 真的 對 總是要彈一下 都有一個底部轉強的 你看已經在偷偷的在轉強了 真的 慢慢的在收復它的準備 現在要挑戰它的季線 你覺得外資都很聰明 它都趁這種機期很低的時候進場 趁你不注意的時候 它就開始慢慢來 始步局了 偷偷來 真的 那老師你說最強的試電 對 試電的話 真的就是我覺得 最會點名的 當然就是試電跟飛鴻 那你會發現試電也是打了一波 就是真的一個底出來了 所以你看到它的 包括像禮拜一 試電非常的強悍 然後再來呢 就是禮拜二它也是大漲 連兩根 對 非常非常驚人 然後再來同樣的也是外資 你看我在左手邊 你看都是外資 真的 外資開始積極的買的時候 它其實就有 就有一點點機會了 對 就有一點點機會 至少它有一個小波段會跑出來 那同樣的是不是能夠複製 那一段行情 這是蠻重要的 因為就像你說 它現在又偷偷買了 對啊 又開始偷偷在做了 真的 好險老師有幫我們整理 要不然根本看不出來 這樣子 老師那飛鴻呢 那其實飛鴻我會特別的點名 因為等一下我會跟大家講說這五位啦 因為我們點將路裡面的這五個人裡面的排名 其實排名的話 飛鴻是我的第一名 對 飛鴻是我的第一名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飛鴻相對 剛才試鏈來說 它的底部已經正式轉強的 那個轉上來的態勢比較明確 對對對 而且它的外資的其實整體在佈局開始 就是開始如果力道有加大的話 其實這個飛鴻啊 是有機會正式的再往上去 把季線站上去會更強的 哇 老師這些真的是 都先超前跟我們說了 那中和排名 那你為什麼最看好飛鴻 好啦其實我從幾個面向 包括基本面啦 趨勢排名 還有潛力排名 還有一個叫外資回歸度 我剛才不是說 基本上面 外資偷偷買 外資都是在做的 所以就這四個中和評比之下 我給飛鴻是第一名 它總分裡面佔了16分 所以你會發現就是我們照這個排名之下 其實充電樁你看都是在我們族群裡面的第一 欸真的 對對對 所以飛鴻試電 不是我們真的看它漲 我們才去喊它 喊喊喊它 老師有經過計算 對對對對對 然後再來你看試電的排名 是不是你看那分數 越高的就是代表它的排名越好 真的 你看都很齊全 不是五分就是四分 真的 對 都很高耶 然後再來江森好了 你看 你看它的外資回歸度是不是它的整體第一名 對 所以整個其實在江森是有可能籌碼的一個注入之下 它很有可能會發動起來的 對 所以整體排名 我會給它一個 這個幾個點降路裡面的排名前三名 我覺得會是蠻不錯 請大家觀察 就是飛鴻試電跟江森 沒錯沒錯 是的 好排名真的相當清楚 那老師我們在看到 車用電力電子含充電裝 就是老師其實講到車用真的 太廣了 太多東西 它的面向太廣了 對 所以老師這邊你要怎麼幫我們做解釋 對其實你簡單來說就是呢 一些什麼傳統的一些像是電能 然後轉換成 現在我們要讓那個耗能 因為以前都是油車嘛 對 那油車的話 你要你發電轉電的話 它會很耗消耗 是 對 所以你會發現說 讓電能去取代傳統的油耗來說 那個運行的耗能會更加的有優勢 所以這必然的是一個趨勢 是 然後再來就是有一些半導體元件 它透過電是不是 哇更方便 對啊 你以前都用油去驅動 那恐怕你相對那個 更有效率 更有效率的 對對對 那再來就是這個馬達 還有充電裝這一塊的連結 尤其是充電裝 這個是未來的不可或缺 所以這三塊其實我覺得就是 車用電力電子呢 像剛才提到的馬達 還有充電裝 這個會是我覺得蠻重要的在這一塊 還是首選這樣子 沒錯沒錯 是的 好老師那最後來 老師幫我們分門別類 整理 整理一下 對 我們這裡面有紅字的就是有點名到的 那 那馬達的部分我們提到江森跟資深科 對 然後電池我就提到了康普 沒有提到美吉碼 那再來充電裝 其實大家另外想到華晨 對 老師華晨今天創高 今天也是創高 可是為什麼我不提到華晨太貴了 300多塊 你買可能買不下手 追高好像乖乖的 但是華晨其實也是很厲害的 很厲害 非常厲害的 真的 大盤再回或什麼他就一路創高 沒錯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這些人的財報的一些數字 你可以在LINE上面跟我做一個索取 是 尤其華晨那個哇 第四季大家的預估營收是比去年華晨的YOS暴增 所以他股價才會先反應 對對對 那個EPS是大暴增的 太厲害了 沒錯 是的 好謝謝老師精彩的解析 謝謝 好觀眾朋友 今天老師跟我們聊這個主題 是這個車用零組件 那車用零組件 老師特別幫你分出了 有電池 充電裝跟馬達的部分 那老師剛剛也有綜合排名 有好幾檔 其實表現都不錯 甚至現在開始才默默起漲 外資也有佈局 所以就像老師說的 如果你想要知道 更多基本面的一些資訊 記得掃老師Liott 老師Liott就是小老鼠 WCHI999 那麼最後喜歡我的節目內容 歡迎在臉書來YouTube上 按讚分享和訂閱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了 掰掰